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屏东 梁农志诊所梁农志医师 今天跟大家报告有关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 就是麻疹疫苗 那这个疫苗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一个效期 有些人讲15年 有些人讲20年 所以常常到某个年龄以后 抗体就比较降低 如果是我们天然得到 天然得到 自然得到的这个所谓的麻疹 那么终生会免疫 但是疫苗有些人的抗体浓度就会下降 像水痘 像麻疹 他们可能抗体浓度会下降到某个程度 就会再感染 当然再次感染会比真正得到还轻微 那为什么要预防这个麻疹 那麻疹就是说它的一个并发症比较多 我们古早上都说 小朋友得到会烧坏脑袋瓜 那就是讲麻疹这一类的疾病 因为它会造成脑末炎 脑炎 然后呢 有10%的小朋友 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将来变成所谓的 像脑性麻痹啊 或者是一些障碍或者是视力模糊 或者是什么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疾病在古代是造成很大的问题 但现在是很少 那当然有些孕妇如果得到麻疹 那他在一个子宫内的一个传染 很容易小孩子出生会有先天性的一些异常 所以整个来说以现代的文明 大家经由麻疹疫苗 德国麻疹筛线疫苗 我们叫MMR三个疫苗一起核打 就可以使这些传染病整个降低 使健康会提升 那以现在来说我们的平均国民已经将近到80岁 那整个会提高一倍的寿命 基本上一半是疫苗的效果 另外一半就是公胃 就是我们的一些营养卫生 其他一些疾病癌症治疗 那些的效果才一半而已 所以一半真的就是疫苗 所以疫苗非常非常重要 那以上